由钱贵老师 台湾宜兰元山人 多变的他一直以温柔写散文 以专业的风格写作心理学 他更是一位以人文为师的文化人 从创作中处处流露出 他对人和自然的深度关怀 创作中的文化 创作层面涉及亲职教育 心理健康 环保教育 生命教育等课题 他尤其擅长将专业难懂的理论 以散文的笔触 写成隐隐约约 透出心理分析的味道 植入人心 写作风格 自成一派 学院里的老师称他是作家 游走文字的作家则叫他专家 他四作家又像专家 所以什么都不像 这样倒好 更接近他自己喜欢的人文编织者 总是用织梦的心情写出心中的真情指数 他曾经是医院助诊的心理师 在37岁那年退休之后 他开始成为自己生命的建筑师 虽然放下了他的专业 却是退而不休地 从回归自然的生活中 引领了更多的红尘游子 返回身心灵的原乡 从最平常的生活中 来挤引存在本然的源头活水 现在他专是写作和演讲 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刻的人文关怀 已划为他的90多本著作 如今 透过演讲的现身说法 他将呈现给您久违了的自然而真实的想念 是能迪处扰扰陈佑的一方清泉 等着您细细匹会